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已经打了两年半的俄乌战争 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一直在乌东顿巴斯地区 处于攻势 取得了一些进展 不过就在此时 乌克兰的一支部队突然在8月6号 跨过边境 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边境地区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 这是自由俄罗斯军团的骚扰行动 不过很快发现 这是一支乌克兰的正规部队 还配有坦克和装甲车 乌军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深入俄罗斯领土20公里 占领了俄罗斯边境城镇苏甲附近的 350平方公里的范围 这里是俄罗斯通往乌克兰 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 最后一个过境运输操作站 距离东北方向的 库尔斯克核电站只有60公里 库尔斯克州在7号晚宣布 从近日起进入紧急状态 俄军仍然在与乌军激战 俄罗斯不得不征召 后备一军人增援 俄军当地的地面部队很脆弱 派来加强防卫的车臣抖音军 根本毫无斗志 跑得比谁都快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8月6号星期二凌晨 上千乌克兰部队 在大量无人机和强大炮兵火力的掩护下 以坦克和装甲车打头阵 迅速突破俄乌边境 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苏甲地区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以来 乌军对俄罗斯本土最大规模的袭击 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军方 没有回应发生在库尔斯克的战斗 不过俄罗斯政府反应极为强烈 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震惊 7号紧急召开了联邦安全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库尔斯克州局势 和向这个地区提供援助等问题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弗介绍说 大约有100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 参加了对库尔斯克州的进攻 目前乌军向俄罗斯境内方向纵深的推进 已经被阻止 乌军在此期间伤亡315人 其中至少100人死亡 俄罗斯已经调集国民禁卫队 联邦安全局边境部队支援 希望能够阻止乌军的进一步深入 这次越境攻击行动 乌克兰方面一直严格保密 不通报任何消息 因此很多消息都是来自 俄罗斯媒体和俄国自媒体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武装部队为了打败 攻入俄国的乌克兰地面部队 不惜动用了强大的火力支援 如龙卷风S火箭炮 和伊斯坦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 外界认为 俄军使用这些重型武器 反映了乌军不是小股部队 而且是正规军 战斗的激烈程度 应该也不低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 阿列克切·斯密尔诺 承认边境地区发生了战斗 作战指挥部已进入全天候模式 但强调局势可控 当地政府组织数千居民 撤离遭到进攻的边境地区 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公开质问 俄罗斯国防部 国防部宣称 破坏组织残余分子 已经撤回乌克兰境内 什么破坏小组有这么多人员和装备 有防空系统 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支持 这是一次全面进攻 至少是武装侦察行动 乌军已经占领了多个阵地 并巩固防线 更多装甲车向前推进 国防部不要撒谎 这样你们不但不能让人们平静下来 还会误导他们 危害他们的生命和安全 一些俄国人暗示乌克兰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军事博主尤里·波多利亚卡认为 战斗将会很激烈 而且不会很快结束 即使乌军没有取得突破 也会有炮击和无人机袭击 还有俄罗斯军事博主承认 互联网上所谓被摧毁的乌军坦克装甲车辆 其实是俄军车队遭到了伏击 因为乌军也用苏制的重装备 与俄罗斯用的一样 通过网络信息尤其是视觉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乌军这次行动声势很大 战果也不少 仅仅俘虏就已经抓了30多人 摧毁了包括电子战系统 军营在内的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和军事设施 网上还传出乌克兰开始在占领地区 分发俄罗斯士兵投降指南的传单 除了打电话 还可以通过Telegram和WhatsApp联系投降 此外视觉证据还显示 至少有一架卡古尔短文厄和一架米28武装直升机被击落 其中后者是被乌军的FPV无人机击落的 俄军一些重装备也被摧毁 包括两辆还在拖车上的T6-2M主战坦克 俄军目前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紧急调兵 试图将这股乌军赶回乌克兰 目前俄军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乌克兰境内参加战斗 俄罗斯边境地区防备空虚 这给了乌军可乘之机 没想到乌军这次出动了正规部队 至少带了一个坦克帘 还拥有多辆美国制造的史翠克轮式装甲车和汉马车 有动员兵和车臣部队守卫的阵地根本不堪一击 本来应该扮演独战队角色的车臣兵跑得比谁都快 有消息说 进入库尔斯克的这股乌军 除了自由俄罗斯军团之外 还有乌军D22旅 但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证实这种说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股乌军力量确实很强 与之前的游击队式的洗扰完全不同 堪称是2022年开战以来攻入俄罗斯境内的最大一股乌军 不过考虑到现实情况 包括补给以及缺乏制空权等 我认为乌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依然是一次洗扰 只不过闹出的动静比较大 给俄军制造更多的损失 调动俄军预备队 减轻乌军前线压力 同时基辅也想利用这次大规模洗扰 来提振民心士气 坚定继续打击的决心 或许是受到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快速推进的激励 也或许是俄军受到这个消息的打击 导致士气低落 指挥混乱等因素影响 总之乌军在前线多个地区取得了进展 战争研究所报告称 乌军收复了夏索夫亚尔的部分地区 不过激烈战斗仍在进行中 俄罗斯部队在哈尔科夫攻势受阻之后 最近几个月将进攻的目标主要放在两个轴线上 分别是位于阿弗蒂夫卡西北方向的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村和巴赫木特以南的托列兹克 目标是占领整个顿涅兹克州 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卢干斯克州 基本上都被俄军占领了 而顿涅兹克州还有相当一部分 仍然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中 今年2月份 俄罗斯夺得阿弗蒂夫卡之后 持续不断向波克罗夫斯克推进 用了5个月的时间 大概推进了20公里 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 这个方向上有一个村庄被称为纽约 这可不是世界大都市的纽约 而是原名为诺夫格罗德斯科耶的小村庄 为了争夺这个村庄 俄乌双方激烈战斗多次一手 俄军曾经在纽约中学升起了俄罗斯国旗 然后乌军第53旅又夺回了纽约中学 并重新升起了蓝黄旗 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 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的主要后勤枢纽之一 也是乌军保证顿涅兹克和其他地区的枢纽之一 托列斯克和纽约则是乌军自2014年以来 抵抗俄军的堡垒 一旦这里出问题 整个顿涅茨克前线的战况将十分不利于乌军 但通过近一年来的极限测试 乌军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投放有限的兵力和资源 顶住俄军进攻 否则也不会将宝贵的兵力和资源 投入到库尔斯克给俄罗斯造成严重影响 必须承认 俄军有效地利用了乌克兰军队的指挥事务和军援 兵力不足等问题 占领了大片乌克兰领土 乌军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弹药短缺 但是要想将几万名新兵训练完毕并投入战场 还需要几周的时间 俄军很可能试图趁机占领更多的领土 而重点就是顿涅茨克东部地区 最近几个星期 俄军加强了对那里的进攻 为此几乎不惜代价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显示 为了弥补前线突击步兵的不足 俄军甚至将坦克驾驶员 无人机操作手这样的专业技术兵员 编入到突击部队 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步兵突击进攻的态势 芬兰开源军事研究组织黑鸟集团认为 自5月初以来 俄军夺取的乌克兰领土 已经几乎是乌军去年夏季攻势解放的领土的两倍 乌克兰官员承认防御出了问题 不过也有一些官员认为 随着俄军越来越靠近防御力量更强的大城市 俄罗斯的攻势将会放缓 乃至停滞 甚至可能会转入防守 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就认为 俄军的攻势已经拖延 并将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后开始减弱 如果战争持续到2025年夏天 俄罗斯要么停止一切 要么宣布大规模动员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 近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早期在乌克兰部署了十几万人的部队 现在这支部队已经增长到52万人 到2024年底 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战场投入69万名士兵 而在武器装备方面 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在1比2或者是1比3的比例 希尔斯基认为 俄罗斯最近在战场上取得了局部优势 但这些是战术上的胜利 战略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俄罗斯为前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希尔斯基表示 俄罗斯的伤亡比乌克兰要高三倍以上 俄罗斯指挥官以牺牲大量士兵来推进100到200米的能力而著名 而挽救士兵的生命对乌克兰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不会誓死保卫废墟 目前乌克兰军队在人力方面面临一定的困境 近日乌克兰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 希尔斯基对此表示 如果不进行动员 他就无法建立新的预备队 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也表示 如果乌克兰将动员年龄下限调整到18岁 乌克兰将有足够兵力战斗到2033年 不过他强调 这只是理论上的计算 乌克兰重视本国公民的生命 而且动员并不容易 很多人会害怕会逃避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去年前总司令扎鲁日内和泽连斯基的分歧 当时扎鲁日内坚持要求乌克兰扩大征兵 而泽连斯基反对 看起来无论是扎鲁日内还是希尔斯基 都认为乌克兰确实需要更多的士兵 才能够抵挡住俄罗斯的进攻 扎鲁日内被解职应该是政治决定 并不是他不称职 目前乌克兰战场仍然是僵局 而这种僵局在可见的未来 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关于乌克兰战局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